好 请各位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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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圣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时 我今见闻得寿时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礼敬六祖惠能大师 礼敬六祖惠能大师 好 请放转 好 各位善知事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昨天要来上课之前 先去看看我们的网站 我一看我稳站的目的是 是看一个东西 是看说我们六祖堂经呢 到底上了几堂课 有没有人知道 73 哦 对今天还没上 对不对 72 72 72航课总共几年 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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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 我们已经 我们已经国小毕业 你知道吗 对 对 那事实上 各位 事实上 嗯 因为中间还有停课 还有休假 对不对 对 所以事实上 相处的时间应该是六年多了 那各位六祖堂经上的六年了 所以 有没有哪一个法师 和你善罚的干人 六祖堂经上的干人 八 八 有没有那些 事实上帮你走 哈哈哈哈 那些人都给它堵 所以各位 这一本经已经交六年了 那我不知道各位你们六年来当中 你到底学到什么 各位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因为今天要讲的就是 这是 第一百六十三页 的第九品 法门对事 你知道这一品在讲什么吗 嗯 啊 有没有人知道这一品在讲什么 来 来 暂时讲说说看 你知道这一品在讲什么吗 我真的不知道 你真的不知道 好 各位 这一品是六祖会能在教他的弟子怎么度众生啊 这一品要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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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品 哈哈哈哈 不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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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诶诸位 倒过来了 他小人一下在教我什么 各位 所以照理来讲是说六祖谈经你应该懂的 然后你懂了之后 然后你来听这一章才是什么 我现在会了对不对 那接着我应该怎么去度化众生 所以六祖大师很慈悲 各位很多的禅师 当他传华给他的弟子之后 不见得叫他弟子说什么 接下来你应该怎么去度众生 各位众师是五祖红人 告诉六祖跟他讲说 你要善之互念 那以后就靠你了 也没有教他细节说 如果你出去红华 你应该怎么度众生 你应该为众生讲什么华 所以诸位 我看很多华师在讲这一品都是解释过 但是各位这一品是用解释的吗 其实这一品就是教你什么为众生讲法 所以你说他深嘛很深 你说他浅嘛很浅 但是会用的人少之又少 各位会用的人少之又少 也就是会这样用的人很少 所以一般人讲这一品 在应用的层面讲的很少 那各位你们都知道我的特色 对不对 因为我懂得很浅 所以我只会讲日常生活的应用 佛法委屈都不会讲 我总的在讲应用 为什么 因为有老师告诉我 要学以自用 这句诚语我有背起来 我也有听 学以自用 对 我学的不会用我学他干嘛 各位又不是拿来参加背书比赛 朗诵比赛 或是又不是参加果文的考试 把文言文翻作白话文 各位六祖坛经的话 有没有很白话 有没有 他是很白话 只是我们很白目 对 每个字都看得懂 合起来就不懂 各位哪里不懂 不是字不懂 是你不懂你的心 只是这样子而已 是你不懂你的心 所以本来这一章是说 前面你已经懂了 所以现在教你怎么样去红华立身 尤其六祖大师所讲的 就是顿教法门 现在告诉你怎么样去谈 怎么样来说明 所以各位 所以我是劝各位 我是劝各位 这一瓶 这一瓶你应该先拿来度你自己 各位为什么 因为假设假设你对这一瓶的观念没有打开 其实你要去悟到第一地 最旧经意 简单这么讲 你要真正去明白真理真相 那是很困难的 那是很困难的 所以你这一瓶你真的懂 各位你这一瓶真的懂 那各位 那前面八瓶 我们要不要做个总整理 你觉得需要吗 诸位大德 需要吗 要总整理很快 只有一个字 那个字你们一定懂 哪个字 心 总整理就是心 前面八瓶在谈什么 谈心 讲完了 心是什么 请你不要 你不要说话 为什么说你不要说话 你们每个人都有心 你自己的心在干嘛 你自己看着办 各位 你都有心 看心 去体悟你的心 但是 但是你最好不要解释 什么是心给我听 因为心不是用来解释的 你最好不要解释 如果你解释呢 各位那叫像说 你是在文字 语言上说 你的心 你懂还是不懂 你要问你自己 那我问问看 各位我问问看 哪个心脸 自己的心 懂还是不懂 是懂一分 还是懂十分 应该有八分 八分满 我一般都是叫五分熟 你既然八分满 来我敬礼 我以七分满 敬礼 八分满 再来我问你第二个问题 你懂的是真心还是旺心 都有 都有 了不起 再来第三个问题 我问你 你懂的是心还是义还是事 全包 那恭喜你啊 恭喜你 对于科学的角度 我们的科学长时间 几乎都是往外太空去研究 那 反而对 反而对我们地球里面的内部 或是海底 却没有像外太空啊对 这样投进各种心血在研究 所以身为地球人的我们 我们对海底呢 了解 了解差不多百分之一二 甚至我们对我们地球的内部呢对 根本从来都没有人进入地心 原则上都是推理啦 推理 所以呢地球是实心还是空心 那要求证 那各位那一样的概念 住在地球的人为什么往外太空去 为什么不好研究地球呢 那为什么我们的心对不好看自己的心呢 为什么眼睛只看着别人呢 然后看着别人 然后说别人的心呢 所以诸位吼 我给你 我给你谈个最困难的 如果你从火法当中要去研究心呢 你一辈子 你没办法研究 你穷极一生那你也读不完 但是呢如果你眼睛一闭着 你就可以体察到你的心 你可以体察到一个你不懂的心 各位你可以体察到一个你不懂的心 你真的是搞不懂它 各位你真的是搞不懂它 它到底在干嘛 各位你所观察到的一定是表面 各位为什么 因为能够被你观察的一定是表面 心本身没有办法看心 注意听我这个议题 心本身没有办法观察心 心能观察的只是观察心的作用 简单这么讲啦 心本身没有办法观察到心的本体 所以心能够观察到的就是心的现象跟作用 就是我们所讲的 你的起心动念 所以你观察到你的心 各位你注意听 你观察到你的心一般都是观察到你的情绪 然后观察到你的感觉感受 然后你也能够观察到你的心是有记忆的功能 然后你的心呢 对不对 是有认识分别的功能 各位以上所谈的这些东西都是心的作用 是还是不是 并非心的什么 并非本来面目 所以你休想你要静坐去看到本来面目 各位你这样看就错了 心没办法看心 各位所以你所看到的 所以你看你所看到的就是现象跟作用 你所看到的就是我们所讲的 色受想行事 你就是说你的本来面目 对不对 你不要这样看 各位以上我所讲的不是理论 而是你要去求证 各位你应该去求证 你长期有静坐的人有没有 你看你的心 你所看的一定没有李泰伍刚才所讲的那些 有没有 但是 但是你可以看到你的本来面目吗 你没办法看 因为这样看是不对的 所以六祖说呢对不对 不关静亦不看心 他这个不看心不是反对你看心 而是你所看到的都是新的表面现象的作用 而是因为你应该连那个看你都应该放下 连那个看呢你都应该要放下 那个看你不放下 你的本来面目就没办法陷了 各位我刚才所讲的那一段就是禅修的 也就是说你亲自要去观察 所以 所以 所以你在怎么观察 原则上都是在五蕴里面乱 各位你在怎么观察都在五蕴里面乱 但是我讲这段话的意思 不是说叫你不要观察五蕴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告诉你说 离开五蕴之外 也没有一个本来面 我是要告诉你这个概念 离开五蕴之外 也没有一个叫做本来面目 我的意思是说离开你的身心 离开你的身心 也没有一个叫做实相的东西 所以各位 大家 比如说我们说我们的心是本来亲近的 其实呢 我们大家一般人没办法察觉 心本来是亲近的 但是大家却能够察觉到 心本来是有作用的 各位这个概念是不是大家都能察觉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嘛 心是有作用的 各位这个你能感觉到 你的心的溺在 是有各种想法你知道 你的心 你的心展现 所以你才会 你才会去走路 你才会去睡觉 你才会 对不对 说话 这些你都知道 对 但是心是什么东西 你还不见得知道 所以各位 你不可以只停留在一个表面 什么表面 啊 心的作用 没有错 这是心的作用 但是 但是他的 他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呢 你还没体证到 就是他本来面目是什么呢 哦啊 所以各位 所以我才跟各位讲说 你学佛最快的方式 就是静静的 体察自己的心 没有比这个 比这个更快 各位没有比这个更快 但是各位 但是这个讲的是佛法 讲的是出世间法 对世间的人哦 他纵使没有悟到这个程度 他只要能够清楚了 想清楚他内在真正的是想法 其实他在世间法 就会有很大的成就 各位这个概念很重要哦 你只要真正的想清楚 你心的想法 你在世间会有成就 各位我讲我个人的历史 我跟各位报告一下 我国小六年 只有一个概念都在晚 好我跟各位如实报告 六年都在晚 我国中三年呢 对不对 就开我国中三年就开始思考人生 很奇怪 就是小孩子突然变大了 就不再晚了 好奇怪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大概是 大概是国小孩150吧 过个暑假呢 就160 再过个一年就170 我的身材长高了 我的内心也变了 我就不知不觉去思索人生 有没有在读书 有只有读果文这一科 其他的科我都没有读 就只有读这一科 就一直思索人生 三年够吗 三年不够 因为我搞不清楚 人生到底是怎么回事 所以参加 所以参加完 高中领考之后 我就决定 不想读书了 但是肯妈 事事总是不如人意 因为我父母亲跟我说 你大哥读台北工专 你二哥读师范学院 对不对 他们都读大学了 你这个最小的应该 应该栽培更好 不然至少你要跟他们读大学 你怎么可以读到国中呢 各位那时候我就不想读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来信真说说看 因为我知道我接下来再读 我也不会读 为什么 因为我国中三年已经试过了 我就没有读书 我就在思考人生 所以未来我在读高中三年 我一定不会再读书 我一定还是在那边思考人生 所以我就想说干脆不想读了 所以在 在父母的 期盼下 我不得不再读高中 果然不出手料 这三年 我还是在继续思考我的人生 我也没再读书 各位那这样思考就六年 就六年 六年之后呢 十八岁呢就毕业 一毕业之后呢 一毕业之后 我就想说 人生还是找不到答案 我应该继续思考人生 那个时候呢 对 那个时候中华民国 第一次办提前路 我想说我没有试 我干脆先去当兵 所以我十九岁就当兵 对不对 本来是二十岁吧 那一届是试办 提前路 我是第一届 所以我十九岁就当兵 我就赶快去当兵 去当兵啊结果还是一样 这两年兵 什么都没有学到 对 我又继续思考我的人生 但是各位你要知道 该做事不做事 然后想思考又思考不出答案 这样苦不苦 很苦 相当的苦 里里外外根本什么 不是人 现象界也做不好 对不对 但是内心呢也找不到答案 这样很苦 所以当兵两年之后 每天就像什么 就像稻草人 对 只有思考我人生的答案 这两年来讲的就难听一点 都是在混 对 退伍之后想说什么 21岁就退伍了 那应该好好有所成就啊 对不对 不应该输在起跑点 人家至少也22岁 如果抽到三年还23岁 对不对 我现在21岁我就退伍了 就退伍之后还是一样 对不对 心不在工作 心不在事业 心不在家庭 心不在赚钱 心不在人际关心 还是继续思考我的人生 一思考了就思考到 到32岁 对不对 哎 苦不苦 苦啊 我给你讲的 这个就是我自己的心怒过程 对 对 啊 所以啦 对 所以退伍之后呢 开始都在外面流浪 流浪 啊 注意听哦 那时候我已经结婚了 但是我一个人在外面流浪十年 啊 我喝口茶 各位你们不要怪我 知道吗 我结婚却又一个人在外面流浪十年 你是要叫我说太多了 哈哈哈 那各位 到了32岁 我终于想清楚 要注意我这句话 我是想清楚 你们不要做任何解读 我终于想清楚 终于想通 为什么我来做人 我活在这个世界上 到底要做什么 我终于想通了 到32岁 我中间 除了思考 当然就是找答案 找答案 一定是 一定是读书 我也曾经想要去请教别人 但是很奇怪 我每次到那个地方都是找不到人 有时候我到试验去 奇怪 试验这么大 怎么找不到一个出家人 大家都跑去哪里 好奇怪 真的 纵实是找到 对不对 你跟他问他也说他在哪 对 就是很少能够谈得很投机的 那各位 那你看前前后后 从我国中开始思考人生 一直到32岁 然后终于 对 终于知道我在想什么 你看这样经过几年 所以主委 你处在那一段 真的是很苦 我不概念 你真的很苦 对 所以想清楚的 就一直到现在 各位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个概念呢 如果你光是看书是没有用的 我可以告诉你光是看书是没有用的 各位你内在的问题 你内在的苦 然后你想要解决的问题 你要好好的去思考 各位有很多人 各位有很多人到今天还是这个样子 像我们在座的学生 有一个人叫做陈宝人 他还是没有想清楚 各位 你觉得说什么 他还是没有想清楚 我到底要怎么做 跟我讲这一句话 你一定说哎呀师父 你对宝人比较严格啦 不是 我跟你讲真的 他没想清楚 对 那为什么我讲宝人呢 因为你们其他人 我不敢说 他比较好欺负 所以我才敢说他 对不对 但是我没有冤枉他 因为他到至今都还想不清楚 到底要结婚还是不要结婚 结完婚之后到底要有孩子还是不要有孩子 学佛呢 学佛呢 到底要不要 要不要 要不要好好的学到开悟 还是 庆菜的 到底呢是要在家还是要出家 到底是要一个人还是跟家里面的人住在一起 到底 各位我讲不完 从我认识他到今天也快二十年了 他就开始想不清楚到今天他还是想不清楚 你们一定会说 那是他个性死了 那诸位 那换我一话告诉你 我在三十二 我在三十二岁之前 在我家里面的人的眼光是什么样的人 你知道吗 什么人 什么人 这个小孩怎么 教育 教育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不知道我在想什么 我就是要把他想清楚 为什么我要把他想清楚 因为我不想清楚 我活不下去 对 所谓活不下去是什么意思 我整天 我整天都快乐不起来 各位我整天都快乐不起来 各位即使你们身边这样的人很多 他表面上 跟一般正常人一样 但是他快乐不起来 各位他这个正常是正常 你知道吗 他这个正常是不太正常 你知道吗 因为他快乐不起来 他每天总是闷闷不乐 强颜翻笑 偶尔微笑 偶尔苦笑 对不对 但是他一点快乐 都没办法升起 各位 如果你是这样的人 我告诉你 为什么你是这样的人呢 因为你想不清楚 你至今还想不清楚 你知道吗 世间的人 大部分是什么人 第一 不求敏 第二 不求力 第三 不求成功 第四 不求成就 第五 不求肯定 第六 不求长进 第七 不求光宗 第八 不求要主 只求碰苦 我都连都说 我们一般人只求痛苦 各位他为什么只求痛苦 简单这么讲 他为什么不想想那些东西 因为他放弃了自己 他为什么放弃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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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想不清楚 他为什么想不清楚 他为什么想不清楚 因为他不了解自己的心 到底在干嘛 各位你了解吗 因为他不了解他的心 到底在干嘛 也就是说他的心 到底在想什么 各位他的心 到底在想什么 比如说我早上问宝人说宝人 你的心在想什么 对不对 他宝人就用一种很禅礼 这样跟我开示 他就这么说 师父当婴儿出生那一天 就是他出病的同时 好高深的禅礼 不怪他现在怎么 没有一点动力 让他成就 没有一点动力 让他想要成 对不对 想要上进 我常常在骂他 我说你不求掌进 对不对 你虽然听我佛法这么久 你都没有好好看 看过一本佛书 我讲这句话没有遗忘他 你跟我学佛法学了快二十年 你没有好好看过一本佛书 你说这个心在想什么 好 纵使你说不看书 你都没有一天好好看你的心 我没遗忘 没有一天好好看自己的心 或是好好看一本书 你都没有 那你在想什么 不知道 各位这个答案就是不知道 各位这个答案就是不知道 所以他给我的 他给我的答案就是一个答案 对 师傅我没有动力 我没有动力 我没有诱因 我没有诱因 所以我也上进不起来 你看到有点久的人说一种话 他讲这个话公民就刺他口水 他讲这个话公民就刺身水 他讲这个话公民就刺汪水 很多人都听到有信心 他都听到要死那死 他真的要放棄 他真的要放棄 人家不知道人家說 食物的侍者是誰 城堡人 食物的侍者被吸來吸 因為食物還負責嗎 啊我不中 所以我就有手在錄台 臨背我就去剪 你弄一個要打 各位我剛才講那一段不是囉嗦 我只是告訴你 我們自己的內心世界 別人亦復如是 不要騙人 不管你現在遇到什麼問題 不管你現在表面上好像是怎麼樣 好像好像是想修又不想修 想學又不想學 想振作又振作不起來 那是什麼 你內在必然啊 對不對 必然有你的邪見 你的錯誤的觀念 你的錯誤的觀念把你卡住 所以你上進不起來啦 各位你怎麼上進 坦白說你怎麼上進 所以我所以我們一般人 為什麼我們為什麼 為什麼 九成的人都混混二二 他上進幹嘛 所以我說現在的人喔 只要一畢業之後呢 又想上進的人不多 有沒有 各位大家也知道 現在的人只要一畢業之後 要上進的人不多 他的工作就只有上班 跟下班 他再也不讀書 他縱使 他縱使讀書也是消磨時間 有沒有 各位他不 他不 他自己的內在他自己很清楚 他整天上班下班 他就累得像一條狗一樣 他哪有時間求上進 然後上進要幹嘛 他也不想升官 也不想花財 然後他就卡在那邊 這是什麼心態 他搞不清楚 他搞不清楚 他真的是搞不清楚 各位 你有這些的事 你有這些這些的內在 我只告訴你一個概念 你不用請教別人 你只要好好的想清楚 請你徹底的想清楚 你沒有想清楚 我可以告訴你 其實 其實你的人生 是不會真正的快樂 所以呢 在我32歲想清楚的那一剎那 就在想清楚的那一剎那 我就出來教書了 也沒有人推薦 也沒有什麼學歷 也沒有什麼背景 我就想出來教書 就教到現在了 只因為我想清楚 所以我出來教書 而不是我看很多書 我來教書 因為這個概念不太一樣 看很多書的人教書 跟想清楚的人教書 不太一樣 看很多書的人教書 他一定教很多學問 想清楚的人他教書 對他已經告訴你很多內心 你剛才有問題嗎 好 你說 我們要怎樣想清楚 你現在有沒有什麼矛盾的問題 第一個就是 我自己也不知道有沒有想清楚 你就先 你現在隨便提出一個矛盾的問題 兩難的問題 你還沒想清楚的問題 你現在隨便提一個 比如說到底要不要修行 這樣好不好 好不好 蛤 老師這樣說 你知道你要不要修行 你現在說要修行 因為修行 那就代表你想清楚了 對 這樣對不對 那就代表 代表你想清楚嘛 對不對 但是他要繼續想 你知道為什麼要繼續想嗎 怎麼樣修行 沒有錯啊 怎麼樣修行 啊我修行要幹嘛 這樣你了解嗎 這樣了解嗎 剛才在車上 殘行問我一個問題 他說以前學佛 都跟人比較黑白了 什麼情義無情童顏種子 現在想一半 不覺得這句話好像是不對 有情才有佛性啊 無情啊 對不對沒有佛性怎麼成佛 他大概在車上問我這個問題 我說道理很簡單 你有沒有看到外面的電線桿 電線桿有沒有沉不沉火的問題 有沒有 啊你有沒有沉不沉火的問題 有 啊沉火是什麼東西 對沉火是什麼東西 是有東西還是沒有東西 沉火的意思只是恢復本來什麼 面目而已 面目而已 對 所以你不要以為沉火有一個東西 這樣不就得了嗎 這樣不就得了嗎 所以各位 所以很多東西是請你想清楚 比如說一定要修行嗎 那不修行不行嗎 各位你要想清楚 我沒有說一定要修行嗎 我只是叫你想清楚說一定要修行嗎 不修行不行嗎 我只是叫你把它想清楚 想清楚之後 你自然會修行 一定要成功嗎 啊不成功不行嗎 想清楚之後 想清楚之後 你以後一定會成功 你知道這個意思嗎 來你說說看你在點頭 我看你心有氣氣焉 來來來來 就是 嗯 你 凡事就是你想清楚之後 你就 你就不會 不會去再過那個結果 對不起 各位 做了之後 無所述 對對對 各位舉個例子 你有一台車 你又會開車 但是想不出來 要開到哪裡去 這樣苦不苦 各位你知道我來說什麼嗎 我有一台賓士的汽車 我又是很會開車 但是我想不出來 我到底是要開往台北 還是高雄 所以我一天到晚 就是坐在家裡面 唉聲嘆氣 啊不知道要去搭 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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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你知道我來說什麼嗎 我們很多人的內在 是這種內在 他搞不清楚 各位 你有一台車 就是代表眾生皆有活性 你也會開車 對不對 他是自花工 知道嗎 他是自花的 對 不管你是還夫還是聖者 佛性依然會作用 只是善用還是錯用 看你怎麼用 但是問題是你就搞不清楚 我要開去哪裡 現在重點是在家裡 想說要開去哪裡 是開到高雄 不然又回首要去台北 然後又回來來去去 現在 現在 這樣子 也還不算想 當然當然 我今天難道開到開到桃園 桃園 然後又 又往回走嗎 我今天是不可能開到桃園 又往回走 唉 因為我知道今天 士林公民會館 有沒有 有一群善知識在這 所以我幹嘛毫不猶豫 有沒有 我毫不猶豫會開來這邊 對 我不左轉 我不往左轉 我也不往右轉 我根本 我更不可能 退後 我也不可能原地不動 只是在開正過程當中 有一些障礙物 我該排除的排除 只是這樣子而已 修行 人生都一樣 我不管你是走什麼路都一樣 你為了想不想想都一樣 你如果想清楚 學佛 你必然會成道 不學佛 你必然會成功 對不對 不再名利打轉 你這一輩子 必然有自己的成就 為什麼 因為你想清楚的 你自然一門生路 你 這樣 這樣的快樂 才會真正的快樂 不然 是不會快樂的 你怎麼會快樂 所以有的人學佛法 很多人學佛法 他不想 之為 其實六祖大師 在後面就講過了 不要這樣學佛法 他在 他在這一章裡面的 後面就有講到這個概念 你學佛法 不可以說什麼 不思維 你知道嗎 你不要這樣學習 那一樣的道理 各位 現在不是 現在不是怎麼這個問題 要思考 各位舉個例子 我到底要不要結婚 好好去想 對 但是你不要想得太離譜 知道嗎 各位 你這個問題 你不要說 從 20歲想到 80歲還在想 那就不要再想 各位 有的問題 不要想那麼久 你知道嗎 那太離譜了吧 啊還有說 我到底是要假公司上班 還是乙公司上班 這個東西也不可以想太久吧 但是各位 但是人生的問題 你說要想多久 喔 那就不一定了喔 喔 各位 有的人跟我講說 哎呀師傅 你看起來都要 喔 你這麼年輕 怎麼有辦法講出我們 老年人的心聲 尤其是 尤其是 尤其是我在三十幾歲 在上課的時候 很多老年人的心聲 老同學都是這麼說 我說你不要看年紀啦 你要看內心世界 對 你 你側射第一點真的去想 那各位 所以講講這樣的法 是適用所有的人 不是只有學佛 不是只有修行 但是我 但是你已經告訴我 你會不會這樣問我 那師傅應該怎麼想出來想清楚 你會不會這樣問我 會不會 會 你各位你問這個問題 是很不負責任你知道嗎 你怎麼可以把你的問題又丟給我 對不對 你自己又在逃避你的問題 這樣對不對 你是師傅啊 蛤 你是師傅啊 沒有問題 當然是要問題啊 就是因為我是師傅 所以我才教你怎麼想 你的想就是要自己想 那我如果能夠自己想 自己想得通的話 就不用來學了啊 對 就是因為你想不通 所以我再鼓勵你 不要放棄繼續想 哈哈哈哈哈哈 只夠 蘇人跟你一樣 想10年20年 想20年 想20年 那我才開始想 那你屁啊 那你屁啊 但是齁 但是每個音源不一樣 因為你們比我優秀 你們不用想不通 來啦這就是你今天來聽上課的目的 對因為以前沒有人教嘛 所以我才要想20秒嘛 對不對 所以你現在有人教嘛 對不對 所以你可能想 你可能 你可能想個三個月 一年說不定你再想清楚 我現在每個告訴你的 教你的就是說 你要好的去面對你的行 沒有比這個東西更快速啦 對不對 對不對 你們不是說你們已經沒有時間了嗎 還想2010年 輪到哪裡打 對不對 欸 好那既然沒有那麼多時間 我告訴你 對不對 針對你的心 學東西 學東西這樣才親切啊 給我舉個例子 我黑板上所寫的這些東西 對有的人受用 對有的人受不受用 欸不受用啊 這樣對不對 對 對 但是黑板上寫的這些東西 還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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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不是在 叫你要回歸你的心 講了老半天 他只是在講這個概念而已 他沒有第二個概念 他正在談這個概念 所以我說 我說整部六祖談經 就在談心 一切大乘佛法 都是在談心 要注意這個概念 所謂談 磨喝也就是大乘 就是那 以心為主 離開心 就沒有什麼 大不大乘的問題 但是各位 所以 所以我不斷的去鼓勵各位 各位 各位我鼓勵各位的方式 我都一定先 先挖我自己的蒼巴給你看 各位我不會掩飾我自己的缺點 我不會掩飾我自己的無知 其實我都會告訴你 但是問題是你要勇敢一點 各位你要勇敢一點 有的人 有的人 連認輸 都不敢 也要說認錯了 連認輸他都不敢 他都不願意 所以各位 所以 各位 所以以上我所談的這一段 就是告訴你說 你 你要去認識你的心 你會看到你心 你心會有很多的情緒 你心會有很多的概念 你心會有很多的感受 你的心有記憶的功能 你的心有認識分別的概念 但是你的心呢 總是一團糟 就是很混亂 就像一個萬花筒一樣 很混亂 很混淆 所以我 我第一步告訴你 想清楚 就在你想清楚之後 接著呢 很多問題不用再想 很多問題你已經亂過了 知道嗎 亂過了 不要再想了 一直停留在想 心是不能夠跟 恢復本來面目的 但是你不想 你想要恢復本來面目 那也不可能 要注意這句話 就是因為想清楚之後 最後把那個想也放掉 這樣 就進去了 所以你現在跟我談什麼事情 應該是不用再 應該是不用這樣的 對 就是應與誰打 看你怎麼問我就怎麼打 所以以上所談的 是我告訴你心的重要 那是我告訴你說 你不要去解釋什麼叫做心 各位六祖慧能講很多了 很多經典講很多了 心就是無形無相 你不要再講這個 對 對 因為你講這個 你講這個東西 講這個東西 跟你的心的體悟 不親切 所以各位 所以你應該從這裡 進入 你應該從這裡進入 好 以上所談的有沒有 什麼疑惑跟問題 來 來請說 來後面先說 你收答誰給 入手 入手 入手啊 好 對 有入就有出 有入就有出 所以要神出鬼沒 聽懂嗎 我看你 看你搖頭 太選了 請看六祖談金 一百六十三頁 一二三四 倒數第四行 的中間 有沒有看到出沒這兩個字 有沒有看到出沒這兩個字 有看到了嗎 有了嗎 有了嗎 旁邊把他寫 神出鬼沒 哈哈 哈哈哈哈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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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不是凡夫也不是佛 那你是什么东西呢 餐 我已经回答你了 我已经回答你了 好来来那前面来 换你 是不是这样 因为现在 一个月才有三十次 是 那平常 如果我有问题想不出来的时候 我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要向谁请教 或者是说有什么好的方法 我请教一下 好做一下 释迦摩尼佛有问题向谁请教 你去找资料我看看 他好像没有 他好像没有 向别人请教 对不对 因为别人没办法告诉他的答案 这样知道吗 你家外面有 你家外面有骨骑宿吗 你不是叫我小幕主委怎么办 去树下坐 对不对 知道吗 不要坐在榴莲树下 想不出来怎么办 还是那句话 在想 你们 你们会觉得这个话好像很奇怪 其实这个话很正常 你射箭射不到靶心怎么办 这问题很简单 你射箭射不到靶心 你问我说师傅 我射不到靶心怎么办 你会再问我吗 你继续射 但是你不要乱射 你不要 对 你不要说我射不到 那我可不可以 对 我可不可以 对不对 那直接打弹弓 我不再列举射箭 没有那个想不出来的 各位这句话 这句话是有问题的 我告诉你没有那个想不出来的 这句话真的是有问题 你说想不出来这句话不是真理 对不对 这句话叫做过程 这句话是过程 这句话 这句话不是就经意 让你了解吗 这句话就是我们习惯讲的话 我们习惯这样讲 然后以为 以为这样的话是正确的 这样的话不够正确 但是我们常常会这样想 举个例子你会说师傅 我觉得活性很难 然后你就不再想 对不对 不可以到哪你就停止 来你说 没有 我要证明 刚才师傅 好 你证明 你证明 因为我以前是 广告人 是要想 想不出来 明天继续想 忽然出去上个厕所 看个电视 就想出来 所以没有想不出来 只有继续想 那我后来也有写程式 写程式 就是要想好多的方向 那你要想了这个方向之后 再回来证实 这一件事情 对不对 然后有时候想不出来 对 睡个觉隔几天 隔一个礼拜一个月之后 再去做 再想 就会想出来 就 一定会想出来 只有你不想 只要你不放弃 他一定可以想出来 要注意这个概念 只要你不放弃 他一定可以想出来 但是我们太容易什么 放弃 放弃 对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的习气 没有错 是 所以你人生有很多的问题 所以你不觉得肩膀越来越酸吗 因为一个问题想不出来 所以很多问题一样是想不出来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的概念阻碍了你 只要一个问题想得出来 第二个问题一样可以什么 一样可以想得出来 只要是一个问题想不出来 你的内在就告诉你想不出来 果然所有的问题就是什么 全部想不出来 因为只是因为那个概念也不能突破 所以所有的问题 就越来越多 就越来越烦 越来越苦 然后就越来不知所措 所以不知不觉就活在无名的状态 这个 这个 奇怪 你知道答案你告诉我 你为什么要告诉你老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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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铅铅铅铅 铅铅铅 那是老师不想好好 我跟他讲他不信 他不信 你不要把老虎当铅铅铅 他本身就是老虎知道吗 好 师父他们两个在描滑啦 哦 对 那大家都知道 是是是是 都很要赞他 是是是 你吸服品 你吸服品 好休息所中 好